香煎五仙草,汇用全是宝 大家好,我是农民允飞 今天带大家去认识一种植物 认识它或许对你有所帮助 走吧,一起去了解一下 这种植物在农村非常常见 每年春天发芽 在农村的道路边 田地边 房前屋后 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植物的身影 现在天气比较干旱 如果天气比较湿润的话 有土有水分 它这个叶片就会长得更大一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叶片 叶片中间的部位有点成灰白色的 这种植物的名字叫灰灰菜 也叫野灰菜 很多农村人都把灰灰菜当作是农村里的一种杂草 把它除掉了 非常的可行 其实灰灰菜 还对人类还是有很多用途的 灰灰菜这个嫩芽 摘个两大把 用清水洗净 拌上适量的面粉 在锅里面 水烧开之后 蒸个15分左右 再拌上蒜汁 就是一道非常可口的美食 这种植物的含盖量非常的高 这种植物不仅可以做菜用 而且还可以洗衣服用 洗盘子洗碗用 在以前贫苦的时代 家里的老人就经常将灰灰菜晒干 烧成灰保存起来 每次洗衣服的时候 放进去一把 可以很好的去除屋垢 不光洗衣服 对于餐具或者家里的旧瓷浴气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进行清洗 效果非常的不错 洗出来的衣服 颜色非常的鲜艳 而且还不用花一分钱 这棵野灰菜 有点老了 嫩的时候 它这个茎没这么多分叉 这个叶片也会长得很大 如果你还知道 也会在短期的作用用途 欢迎您在视频下方 评论区评论留言 感谢您观看本期视频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